在董宇辉和孙东旭之间 于敏洪选择了董宇辉 今天中午东方甄选发布公告 免去孙东旭东方甄选CEO的职位 在一周掉了225万的粉 股价暴跌了24%之后 搞了一辈子教育的于敏洪校长 自己被彻底教育了 原来霍悉尼道歉都无法取得粉丝的谅解 原来以为自己卖的是农产品 其实粉丝消费的是董宇辉 那么老于今天的果断止损说明 于敏洪可能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东方甄选真正的商业价值 并不像老于自己所想象的 而且他打造的管理模式 在伤害企业的商业价值 脱胎教育公司转型电商 老于看上去是成功了 但是从东方小孙对老于的逼宫可以看出 东方甄选的管理模式跟企业文化 还是传统企业呀 为东方甄选创造了50%销售额的董宇辉 不管他收入有多高 都只是一枚棋子 是在孙东旭甚至很多高管的管理之下的 孙东旭敢在直播间直接爆料出 董宇辉的收入有几千万 这不仅暴露出管理上的混乱 更加暴露出了高管对于董宇辉收入的情绪 觉得你作为一枚棋子 已经得到的够多的了 所以呢余校长并没有真正的转型为电商公司 让大的IP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和地位 东方小孙他本来以为 爆料了董宇辉的收入 会让粉丝感觉董宇辉已经被优待了 但是没想到喜欢买农产品 被调侃为丈母娘的粉丝们 觉得董宇辉值得更好 因为他们买的可不是大虾鱿鱼啊 而是董宇辉的真诚和朴实 真相让孙东旭这样的高管不甘 但是让余敏红清醒了 昨天就在余校长痛苦的权衡二选一时 罗永浩还在直播间里说 如果董宇辉离开东方甄选 需要支付违约金的话 他的一些朋友说 出五个亿都愿意干 更有传闻说 京东人力副总裁 已经拿着刘强东的清理签名 前往陕西去招募董宇辉了 面对这么多如狼似虎的下家 老于的艰难可想而知啊 如果放弃董宇辉 不管董宇辉未来是自己创业 还是花落别家 东方甄选的粉丝 恐怕都会争先恐后的奔赴而去 而经历了这场商业上的变相炒作之后 即便以前没有关注到董宇辉的人 恐怕也会因为出于好奇去看个究竟 所以呢 打死都不能放弃董宇辉 但即便留下董宇辉 在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 资本市场的投资人们 也会看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 原来东方甄选所谓的各种 不要坑位费 成熟的供应链等等 并不能换来粉丝的忠诚 那这就意味着 即便董宇辉一直留在东方甄选 万一哪一天由于不可抗力 董宇辉不能再走到屏幕前了 那东方甄选还剩下多少呢 股价又会走向哪里呢 其实说归到底 所谓的挥类斩马素 开掉这次种种失探的孙东旭 并不能让东方甄选万事大吉 接下来老于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呢 早在2002年 于米红自己就说过 新东方对大量民事在激励上 其实不够到位 新东方一度出过几十个民事 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 包括楼永浩 但是新东方没有给这些老师 匹配上更好的激励措施 没有把他们和自己 从雇佣关系变成合作关系 虽然说当时这些老师们 已经在新东方拿到了最高的工资 甚至在全国看这个工资都是最高的 但是呢 依然没有充分预估到 这些优秀老师的爆发力 这就直接导致在互联网转型时代 一批新东方的优秀老师 自己出去创业 而且大部分都做得相当不错 所以看到没有 于米红其实早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而这次恐怕必须要动真格 做出改变了 最后呢 再说两句东方小孙 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 就进入到新东方 从普通的老师走到今天的位置 肯定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时代的列车在滚滚向前 他只是提前到站 得下车了 为什么A股一直一蹶不振呢 在十年前黄秦帆就给了个答案 他说如果没有严刑峻法 就不要搞注册制 而在十年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A股当时已经雄了七年了 户指更是跌破了2000点 跟现如今的A股的情况比起来 简直一模一样 A股在3000点关口毫无抵抗 一路自由落体 那到底当年黄秦帆具体说了些啥呢 咱不妨对应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是关于注册制的 他说在没有严刑峻法之前 不要搞注册制 美国的注册制有三部法律 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萨班斯法 上市公司敢造假就面临着牢狱之灾 外加罚的倾家荡产 而帮助造假的中介机构 也会终身进入 那如果没有严刑峻法就搞注册制 甚至还把大股东和战略投资者 持有股票的三年锁定期取消了 那大股东肯定发了疯一样的想抛股票呀 那目前咱们A股的情况是 造假呢也罚 但更多的是蜻蜓点水 除非闹得民怨沸腾了 杀鸡尽喉一下 而帮忙造假的中介机构呢 罚酒三杯 暂停一下业务又满血复活 还有第二点 股市高市盈利套现就是坑股名 他说为了能够更高的价格套现 就把股票的发行定价 拉高成每股50元 本来可能是50倍的市盈率 就把它拉高成70倍甚至更高 那像券商等等的金融机构 他们都是按照比例收佣金的 如果所有人都把发行价往高里推 那就是不对股民负责 不过放眼到今天来看的话 当年的他想象力还是有限 现如今50块的发行价算什么呀 550块的都有了 放到科创版的话 50块的发行价 连前100名都排不进去 那现在A股的情况是 通常呢为了上市先做利润 本来60分可能给你美化成80分 行业平均50倍的市盈率 寻价机构硬是要出到80倍 就这还没完呢 上市当天还得先拉高 在融券做空锁定利润 典型的就是浙江国强经地股份们 当然了你可以说 发行价不是市场化寻出来的吗 但是参与寻价的那些金融机构 他们的牌照是垄断的呀 没有市场化呀 还有第三点 股市低迷的宏观经济后果 会影响消费 他说股市里的钱少了 中国1亿多股民 就代表了1亿多主要的白领消费群体 我们会因此有很多意外的困难 所以不要以为股市跟我们无关 股市如果不景气 消费也会有影响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A股的股民都已经2亿多了 受影响的白领消费群体 又翻了一倍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10年前的表述 然后再结合到当下的A股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法律咱们有 还有很多 但遗憾的是 没牙齿 贾跃亭说 高和汽车是行业的耻辱 咋回事呢 刚刚过完年 造车新势力高和就宣布停工停产半年 这个消息在汽车圈里炸开了锅 然后呢 贾跃亭就很罕见的 在某位资本人士的朋友圈下面 发了一条评论 说行业的尺度 其实呢 贾跃亭跟高和汽车的创始人丁磊的仇恨 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 丁磊呢 是汽车圈的老将老 曾经担任上汽通用汽车总经理 上汽集团副总裁 2014年 时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的丁磊 还负责引进了特斯拉到上海投资设厂 2015年丁磊与贾跃亭合作乐视汽车 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 但是在2017年丁磊选择离开乐视 还从乐视汽车挖走了一批人 有人说丁磊在跟乐视汽车分道扬镳之后 得到了当初FF91的全套设计数据 因此呢 高和推出的第一款车的外观 非常接近贾跃亭的FF91 也难怪贾跃亭看到高和落南之后 会这么缠不住气了 那么也算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高和 怎么突然就濒临倒闭了呢 总结来看可能有三点原因 首先第一呢就是定价太贵了 但是产品又跟不上品牌定位 高和是定位在非常小众的豪华纯电市场 它售价最贵的一款车价格在57到80万元之间 跟宝马X5奔驰GLE都平起平坐了 本身呢品牌受众群体就很小 因为根据相关的行业数据啊 2023年整个豪华车国内的份额不到15% 这里面呢很多人买高和 都是为了作为家里的第二辆车买着玩玩的 而另一方面呢它的产品力又不足以撬动高端市场的需求 因为越是高端的品牌 用户对于品牌的粘性就会越强 那像高和这样的全新品牌 光卷那些传统的硬件 什么底盘车门内饰车灯什么的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得在电动车的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上面下功夫 但是高和的智能驾驶技术又偏保守 比如说在城市NOA的开发进展上落后于小鹏和问界等等的品牌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高和的外部融资明显不足 跟其他那些新势力不同的是 高和从17年成立至今 并没有在一级市场上有过大额的融资 仅仅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 获得过交通银行一笔50亿元的受信 去年好不容易跟中东签署了一份56亿美元的投资 但是从他目前的困境来看 这笔投资大概率是黄了 那么仅仅凭借着不到1万辆的销售规模 想在当前这个融资环境下寻找资金 那肯定是难上加难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营销也有一定的问题 有高和员工说 三年前再跟客户说高和是什么 到了现在还要跟客户解释说高和是什么 市场的IP根本就没有上来过 而高和汽车也并不是第一家倒下的新能源车 根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2023年 陷入到停摆的新能源车企多达4到5家 其中不乏有曾经站上过高光舞台的威马汽车 艾驰汽车等等 就连贾跃亭虽然说他现在还在扛着 但日子也不好过呀 最近还因为拖欠了66万元的房租 被美国的房东给起诉了 为梦想窒息了9年 贾跃亭一共交付了10台车 其中有一台还是他自己的 再看看FF的股价 股价已经跌到了0.086美元了 为了防止股价过低被退市 贾跃亭采取了合股策略 把多股合并成一股来提高股价 可是股价还是没有办法止跌 又跌到了1美元以下了 所以其实贾布斯在炮轰高和的同时 他自己造车的故事 也不知道还能说多久 而另一面 即便是行业内混得好的那些新能源车企们 价格战也快要卷上天了 刚开年比亚迪七夏两款车型 新车配置不减 起收价却被达到了7.98万元 2024年以来 已经有特斯拉 林跑 深蓝 上汽通用武林等等多个品牌 官宣了降价 所以说呢 现在居然雷军成了车圈里面 最让网友们操心的人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小米汽车还能不能赶上烫了 最先上岸的房地产巨头 居然是万达 而不是万科 被称为2024年最震撼的一笔投资诞生了 就在今天3月30号 包括中信资本 泰蒙投资集团 阿布扎比投资局 穆巴达拉投资局 还有ARIS等等在内的投资机构 是联手向大连新达蒙商馆 投资了600亿人民币 占到投资后合计60%的股份 大连商馆则占比40% 这个大连新达蒙 旗下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诸海万达商馆 也就是万达王建林目前最核心的资产之一了 诸海万达商馆的旗下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万达广场 目前它管理了全国230个城市的接近500个大型商场 我们知道万达商馆之前是上市失败了 但是老王再一次壮士断万达 通过卖资产引入新的投资人 辗转腾挪又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而这次出手持人万达的几家机构 都是声名显赫的存在 其中泰蒙投资是专注于亚洲的一家私募巨头 管理资产超过550亿美元 中信资本背靠着中信集团管理资产超过160亿美元 而ARIS则是一家著名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全球资产管理规模高达4190亿美元 其实早在去年的12月 泰蒙投资就跟万达商馆签了投资协议了 准备向万达注资600亿 这次算是落实 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的投资人们居然多了两个中东土豪 这个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穆巴达拉投资局什么来头呢 我们知道阿联酋的首都就是阿布扎比嘛 这两家机构一个代表的是阿布扎比政府进行一些偏谨慎的投资 另一个呢则是阿布扎比的主权财富基金 妥妥的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 虽然这次签约上王健林没有出席 但这几个机构都非常的捧场给面子 像中信资本的董事长就说了 长期看好国内的零售行业 新达盟是行业龙头 值得看好 泰蒙投资的合伙人说的是 新达盟拥有强大的竞争壁垒和显著的先发优势 就可以长期支持它实现稳健经营的业绩 并且呢这次的合约签署的背后 还得到了大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现在有了这笔巨资的注入 相信万达老王应该可以狠狠松一口气了吧 但是呢再看一下其他的那些地产商们 恒大那烂摊子不用多说了吧 盛的悬念无非就是许老板得踩多少年的缝纫机啊 烂尾楼什么时候能够交房啊 而碧桂圆呢 现在连财报的发不出 只剩下四毛八的股价 接下来还要停牌 连董事长杨慧妍都只拿一万块钱的工资了 就连曾经工人的好学生万科都陷入到多事之秋了 他现在每个月是含有三百亿的销售额 但是在一万两千多亿的负债面前 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利润很有可能连利息都给不够 以至于股债双杀 像之前接盘的深圳地铁已经巨亏几百亿了 而且万科刚刚发布的年报里面 取消了已经持续几十年的分红 他的董事长玉亮 总裁祝九胜等等高管 都把月薪从一百万降到了一万元 可以说恒大已经基本确定被放弃了 只是咱们还不知道碧桂圆和万科的麻烦有多大 那为什么中东土豪和中信门出手持缘的对象 会是万达而不是万科更不是其他呢 一方面万达老王是真舍得卖 必要的时候不管是资产还是股权 绝不含糊 而其他几家似乎就没有这么决绝的勇气了 另一方面或许是在这一轮楼市调整的大背景下 偏重商业地产的万达 比注重住宅市场的恒大碧桂圆万科们 更有可能穿越周期 毕竟年轻人就算可以不买房 但街总还是要逛的吧